哈囉大家好 我是Matt 最近在IKEA找到了一本書 封面抖到的字寫著黃標事件簿 裡面藏有被標記為沒收益的小品故事 由於油管法 我要仰賴大家對Patreon贊助平台的支持 讓我們能大聲說出這本著作中的秘辛 好的 讓我們打開現在是第七頁 上集我們介紹過全歐洲最危險的男人 奧托斯克爾之內 沒想到的是雖然在二戰榮登死亡座 但是他的情報人脈竟然還能觸及到冷戰時的以色列 光是能從戰後盟軍大清算中活下來 我就已經很驚訝了 奧哥甚至還給我跑到敵隊陣營去上班 大概連神鬼認證的傑森寶恩都沒有那麼屌 我們今天挑了二戰中 我認為奧哥最有名自己大膽的任務 來和大家好好介紹一番 1944年12月16號 阿希準備掀開他的底 牌 以愛國曲目為名的守望來因 Watch on Prime行動 盟軍稱為突出部戰役 四年前快速碾壓的阿登森林 如今為守衛家園的關鍵一役 裝甲先鋒得翻山越嶺 在盟軍攻勢中打出破口 頭也不回地橫跨墨字河 最終目標是要抵達港督比利時的安特衛普 等於是再次發揮德軍擅長的閃擊戰 要盡快從美軍過長和薄弱的阿登防線串出 成功的話照劇本安排 美軍很有可能根本來不及調兵去追趕 迫使七千戰場情勢出現反轉 所以這一豪賭完全是在和時間賽跑 他們真的沒有美國時間要和森林裡的敵軍玩作迷藏 有BUG的地方相信大家也猜得出來 就是如果真的突破森林到大後方 才發現橋樑都被美軍工兵炸毀 那也就做出來了 所以如同市場花園行動 阿希堅持重點橋樑要先躲下 各種部隊人員得在無後援的情況下 hold到裝甲部隊趕來才行 看似難度調到瘋狂的遊戲劇情 這份重責大任就調到了我們今天的主角 193公分高的刀把煞心奧哥肩上 1943年才把披薩鍋獨裁者從山頂飯店中救出 從找到正確的口味 確定包裹 動用空降列兵和特種部隊人員 陳華翔一致滑雪旅店 不費一槍一彈的 於30分鐘內 熱騰騰底宋達至阿希狼穴家大門口 好啦有點太概括的含糊說明 所以如果各位想知道更多有關 此Uber E劇情的話 現在可以點開右上角會出現的影片連結 你們真的會想點過去嗎? 我只是看到很多YouTuber會這樣說 但是真的點過去的人有多少 奧哥因此被踢拔為 黨衛軍二級突襲大隊長 為一般軍隊的少小階級 和獲得一枚騎士鐵絲自尋商 在盟軍眼裡被譽為歐洲最危險的人 奧哥幾乎成了德軍要執行不可能的任務時 最先會想到的指揮官 1944年在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之前 在10月還要綁架匈牙利王國設政之子的鐵拳計畫 為確保匈牙利能持續待在周星國與蘇聯抗衡 在那個月底他即被阿希本人召劍與狼穴 並提拔到中小階級 也是差不多在這時 奧哥才得知守望萊茵行動 也會扣他幫忙 和諸位德軍指揮官一樣 在行動發起前幾天才知道明確的任務目標 奧哥被點名去找出會說流利英語的德軍特種部隊人員 他們要打扮成美軍GI大兵的容貌 乘著被A來的伴侶帶車 坦克裝甲車和經典吉普 穿越森林去找尋中央橋樑、納木耳、魚衣和烈日 除了鷹派的奪橋大作戰 還有混淆視聽的支線任務 包含干擾WiFi熱點、搗亂交通路牌 甚至必要的話刺殺送信拆使 奧哥只有幾個禮拜的時間招兵買馬 阿希開完會後4天 比我做一集的時間還快 即先向上集提出要建立3300人的 第150裝甲鋁之想法 奧哥開著採購清單會需要 15輛雪斑戰車、裝甲車和驅逐戰車各20 100台吉普車、40部摩托車 和最後是120輛卡車 雖然我們之前介紹過 德軍有收納歸擋敵軍武器的好習慣 最早從1942年至1943年 在北非與美軍有約 乃至於之後的義大利和東半地 很多叛變載具會被送回德國研究 要嘛就是給發現的部隊接著使用 所以突然間要這麼海量的庫存也讓下屬傷透腦筋 歐德清單內還要2400件的美軍制服 這點就稍微容易些 從戰斧身上即能收刮到很多戰鬥服裝 包含外套、頭盔等等這些基本款 第50裝甲旅的總部和訓練重鎮 草創於德國南部的格拉芬維赫爾市政 這裡原先1938年是國防軍訓練閃擊戰的遺址 不過由於某納、某翠黨的黑歷史 現在反而是美軍在這裡的戰後訓練基地才比較出名 1976年至今為第七軍訓練司令部的所在地 是美軍在海外和歐入最大的指揮訓練基地 管理著NATO各國和第七軍團 老奧原先希望在11月10日前 目到足夠的人手結果挺令人失望的 來自各兵種的2500人中 真正熟練英語並深入了解其文化的人只有10位 有30-40位漢斯雖然英語流利 但一遇到鯉語就卡關了 100-150人的英語水平恐怕只能通過全民音檢終極而已 200人曾經在秋學時期上過英語課 其餘的人基本上只會說 Yes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這邊我真的覺得是蠻有趣的數據 現在德國人的英語程度在歐洲來說不算差 但跳到80年前的軍人階層 其實就比較難去要求要那麼與國際接軌 而且畢竟還是在配槍的戰場上練英語聽說 唉這壓力真的也太大了吧 剛剛不是說要訂購15輛雪蔓戰車嗎 抱歉我們只能拿到兩台 而且是戰損版 不確定還能跑多遠 所以之後才跑出來 暴氏戰車拼湊成美軍M10驅逐戰車的樣板 三圖被改為美軍的M7牧師式自走炮 連水桶車也不能放過拿去當威力基督車 拼裝暴氏是使用最後在1944年3月開始量產的G型 要遵照美軍原廠制定的規則 切上白色星星和隸屬銀隊標誌等等 炮塔是歷經最多迷彩的部分 原先5處3.4毫米的鋼板被切除 載油鐵柱銜接新車體 M10的外觀有被細細研究在複製貼上 不過像德軍做的假槍盾還搞了個同軸機槍口 這點就有點詭異了 比較經典的德軍車掌塔被完全切除 被建議的兩層艙門取代 比較難模仿的就是履帶的部分 不用是軍米都能看得出來 德軍的特殊交錯是齒輪 和美軍的垂直懸掛裝置就明顯差很大 所以這項任務感覺還沒開始就準備要GG的氣氛 從參差不齊的人員中挖出150名精英組成師弟分部隊 他們被換上美軍制服和配有美智武器 接受自由民主風範的特殊訓練 像是吃美食口糧 如何攪口香糖和看爆好萊塢電影 只可惜這批正宗假美軍 並非原先老澳特種部隊的人 所以爆破、無線電通訊等訓練都要打掉重練 熟知美國的軍事代號和文化後 他們會打扮成吉普車巡邏小隊在敵後做三件事 由五至六人所組成的蹦蹦小隊 會去破壞橋樑來切斷美軍後路或要趕來的援軍 重要的儲優槽和彈藥庫也是要燒毀的目標 三到四人所組成的特種徵收小隊 他們則是要在莫子河附近觀察橋樑守備力量 還有在各處亂丟命令和將路牌瞎轉瞎拚等等 最後一群人是要負責搗亂美軍指揮鏈高層 這包含切斷電話線和摧毀無線電通訊站 這群披著美軍外皮的德軍也有互相溝通的暗號 以免在野外遇到彼此 其中一個方式就是穿戴藍色或粉色圍巾 和不戴鋼盔等敵我識別方式 以神獸命名的事就行動敘事待發 第150裝甲旅會分成三組戰鬥群 依附在德軍主要裝甲是後方 他們會再分支為四當美軍防禦出現破口 德軍的反擊在1944年12月16號清晨展開 第12國民子彈兵師先鋒現實成功衝出美軍防線 不過德軍遭遇比預期嚴峻的反擊 許多被鼓勵的美軍部隊依然支撐抵抗數日之久 在突出部戰役之初 共派出八支突擊隊 其中很順利的有六支乘亂混入 美軍事後才從奧哥口中得知 其實16號當天已有小隊抵達美軍佔領的馬爾莫迪鎮 與沿途經過的美軍敬禮聊天 順便給了問路的車隊錯誤的方向 這種卡通會出現了轉路牌情節 還真的騙了不少來支援的美軍部隊在森林裡回大牆 雖然師弟分部隊沒有造成什麼失職傷亡 但他們一現身就給了美軍極大的心理壓力 當你知道自己人中有敵軍混雜 美軍見到彼此都會開始抵抗X 美軍憲兵開始在檢查上 出他們認為一般美國人都能回答的通關密語 像是誰贏了上一屆的棒球冠軍 隨便一周的主要城市威和等等 只要答錯問題 從將領階層到跑腿小兵都有可能被暫時拘留 還有像是他們知曉母語為德國的人 會有R和W發音不清楚的問題 於是就狂出有類似字詞的落口令 奧馬爾布萊德利將軍說道 有將近50萬名美軍每天自己在那邊玩貓作老鼠 更慘的案件就是憲兵直接在檢查上 想無辜的自己人開槍射擊造成傷亡 奧格所派出去的44人中 最後更有36人成功返回 這是一項蠻不錯的成績 不到一個學校班級大小的人數 卻能興起如此巨大的漣漪 整場奇敵行動在17號達到高峰 有三位實力分部隊成員 因為對不上正確的口令而被揪出 因為當時在烈日區域的美軍部隊 進出都有被祝福一條蜜語 原先盤查的美軍還以為他們是想逃兵的孬種 畢竟英語真的說得毫無破綻 在吉普車翻向島櫃搜出 兩把音質四燈衝鋒槍 兩把科特手槍和六枚手榴彈 和最重要的發現暗藏毒藥的打火機衛裝 和德軍P-38手槍 這可真是掉到大魚了 通報後不到30分鐘 大批憲兵吉普車和美軍情報單位CIC探員趕來 把三位戰俘帶到另一座比利式小鎮 李姆國近在咫尺卻回不去 而且他們只剩下不到一個禮拜的生命 在審訊中年紀最小的國防軍下士先是開始說話 聲稱奧哥已派突擊隊前往巴黎 要刺殺盟軍統帥艾森豪大大 由於他在解救莫索里尼和鐵圈行動所闖出來的名聲 所以艾森豪因為安全考量還被囚禁了幾天 甚至等一個人孤零零敵過1944年的聖誕節 實在隔離到受不了後 艾森豪氣沖沖地走出辦公室 說他不在乎是否有人要刺殺他 這類非傳統的交戰手段讓美軍顏面盡失 最終有17位相關人員被逮捕 於1945年初遭第一軍團槍決 大方向戰局來講由於補給線拉得過長和美軍嚴厲反擊 第一武林莊甲驢的進度遠遠在一般德軍主力之後 原先在馬爾迪末鎮所安排的甲美軍部署也先被揭穿 守軍火力猛烈還擊導致自己人開始撤隊 奧哥也是在此處嚴經受重傷回德國老家養生了 1944年12月28號 第一武林莊甲驢正式從戰場撤出並原地解散 儘管如此 奧哥還是被援手賦予 騎士鐵十字的第二階附項頁的版本 在戰後的美軍區打好審判中 因為命令著美軍制服來搞破壞一事被起訴 最終他逃過一劫 因為其實盟軍在執行秘密任務時他們也幹過一樣的事 其實各位如果有看過之前介紹紐倫堡大神的影片就會曉得 很多幫納粹高官辯護的律師都有使出這一招 簡單來說就是啊你也有用啊 為什麼你就可以之類的 可是這類審判就比較偏向戰勝國在定罪的過程 你要嘛就要像Albert Spear一樣承認錯誤和表現出後悔的樣子 要不然其實你不用辯解太多了 很諷刺的是在等宣判結果時 奧哥還是被三位假扮成美軍憲兵的前黨衛軍同僚給救了出去 只能說他真的是...老習慣難改啊 這大概就是今天德軍假扮成美軍的經典案例介紹 可以再補充兩點 我記得影集《洛邦英大空降》中也有演出類似的假美軍橋段 但當時奧哥一行人應該是沒有到巴斯通那塊區域 還有他也並非使用此戰術的第一人 美軍情報顯示其實最早在1944年8月 就有德軍假扮成美軍爬爬走的紀錄 差別只是規模較小而已 大家如果要想有關台灣軍隊的通關密語 什麼才是簡單明瞭又有鑑別度的問答呢? 像是颱風天就是要blank blank 那我對方要回答衝浪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亂聊一下 如果晚上沒事的話歡迎加入Youtube不定時的直播 還有與XXY新開的網路Podcast節目終於上線了 可以上FIRSTORY或SPOTIFYAPP搜尋What A MAX 想知道我私底下的樣子或冰箱到底有什麼就快進來聊天吧 你也可以選擇每個月一杯星巴克的方案 去看看等一下會出現的Patreon贊助平台連結支持我這藝人團隊 還有一個沒奶沒頭的地方叫IG也歡迎大家去追蹤一下 裡面會有無聊的劝勢警語和影片摸花絮 數據顯示還有52.3%的觀眾朋友看了影片還未訂閱 如果不想要被Youtube演算發極起幫助的話 現在決定全在你自己手上 訂閱一下選擇自己想看的內容 別忘記可以開在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我新影片的話大家就會同步被通知煩死 所以後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的 動作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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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